接下來這首歌叫做爸爸已經抵達了 那這首歌呢是在講就是有一次我爸爸出去旅遊的時候發生的故事 那那個時候就是他出去玩的時候都會傳簡訊給我 然後告訴我他今天去了哪裡然後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就把它寫成一首歌 希望我們也可以在下次來台東的時候寫一首跟台東有關的歌 我們發現我已經一年多沒有來台東了 所以以後要常常來才可以寫得出來 今天坐火車來發現其實只要三個多小時就會到了很快 所以我們希望今年還可以再來一次 現在在這裡許願 聽到了 聽到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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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刚刚这首歌呢 还有一件特别的事情 就是它有收在我们 最新发行的专辑里面之外呢 它是我们专辑里面十首歌 唯一有做成 来电铃声的一首歌 那 这个来电铃声呢 我们有放在就是23号半的 粉丝专页 Facebook的粉丝专页上面 可以供大家免费下载 那你下载下来的话 这个铃声就会长这样 就是可以用在爸爸打电话来的时候 特别为他设置这个铃声 这样子呢你就会知道 手机一响 对别人的爸爸打来了 所以想要下载的人呢 你可以在Facebook上面搜寻23号半 然后我们现在有把那个下载的连结 放在最上面的一篇贴文里面 然后就可以免费的获得 不管你是用iPhone 还是Android系统都可以 好像在做广告 就会用这个贴文里面 然后我们下载的贴文里面 然后我们下载的贴文里面